Hello, 大家好, 我是Aaron 刚刚去完发布会 今天答应了大家 7月5日, 参加了BOSA 现在说完了, 很舒服 什么都可以透露出来 BOSA 一个特别的发布会 就是关于在Kalgary的一个楼盘 很坦白说, 我现在所有的资料、稿 什么都没有准备过 因为我答应了 你们每一位 给你们最新的第一手的信息 刚才我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出汗 楼盘不是很热 只不过我很久, 已经很多年了 也看过很多楼盘 很少给我一个激动的感觉 我真的一边看, 一边激动 因为这次不是一个楼花购买的机会 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每一个人可以买得到这个楼盘 都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Kalgary其实是一个 如果你不了解它, 可能就不知道 一了解它, 你会爱上它一个城市 因为它实际上有太多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我先不讲Kalgary的城市 我们讲一下买在哪里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项目是在Kalgary的市中心 是核心中的核心 是Core Downtown的地方 Kalgary很有趣的 它有分Core Downtown 就是从2nd Avenue到9th Avenue 这里叫Core Downtown 而Core Downtown里面是没有注册的 是纯商业、Retail 即是没有Residential 旁边才有Residential 所以整个Downtown来说 住宅的供应已经很少了 现在这个就是Kalgary Downtown 这个建筑叫Aris Aris有两栋 一栋是矮的, 叫East Building 全部都是市场租资 另一栋是我们要买的那栋 叫West Building 包括 там有41市高的高上性 supply 41厘高 而它的处扇地理位置 就是在那个Core Downtown的右手边 的东边 我们应该讲的是东边 其实这里有的亡人生 所以这个地方大的方便在什么 首先他一到家里 它有一个名电视频道 有Super Store 有Liquord Store 有TD Bank,有Scotia Bank,有Winners 其實不用走出去,停車場一出來就已經在商店 走出去,就有圖書館,市政府大樓,City Hall 再轉個彎,除了是很漂亮的河畔之外 還可以搭他們的地鐵 他們不是在天上面,都不是地底,是在地面的地鐵 亦都是全加拿大唯一一個城市,可以在Downtown有10個站是免費的 即是你去到Downtown,你泊車後,Downtown怎樣坐的地鐵 都是免費的,他們叫做C Train 這是一個很大的賣點,為何會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首先我們告訴你,Downtown的泊車是很貴的 而C Train是免費的話,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想你用多一點的Public Travel Transportation 不要讓那麼多人堆車,造成交通濟塞 所以這個想法已經是一個城市規劃的部分,是很超前的 41層的一個豪華公寓,它如何豪華呢? 它北邊有一個很漂亮的景,東邊也有一個很漂亮的河境 西邊就看著一個城市,沒有遮擋的 南邊也是,南邊也是沒有遮擋的,望得很遠的,望residential 而它有二萬五千呎的 Amenities 有室內的泳池,一個full size的泳池 有乾蒸,有濕蒸,有一個很漂亮的gym,很大的gym 有一個叫spin room,即是踩單車那些 spin room,有幾塊鏡在這裡,那個叫yoga room 有一個很漂亮的lounge,兩個lounge在這裡,譬如開派對那些 有一個戶外的公園,亦都正正是因為這樣的東西 令到它租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很high end的人士 全部都是一些白領,high profile 因為它那些東西,Amanis很吸引人 OK? 這樣說了,剛才說了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多這麼正的東西 大家猜不猜到,它的屋價是多少錢呢? 我講出來可能真的不相信 真的出汗,一邊講,一邊講,一邊激動 580元到650元一呎 現在說的是溫哥華樓價的,溫哥華Suri樓價的一半 記住,是溫哥華Suri的一半 如果跟溫哥華的downtown的話,只是三分之一 我們就跟Suri比,溫哥華Suri的一半 收取什麼租金,你知道嗎? 一房,minimum,guarantee2200元 兩房,3000至3200元 三房,剛才我不是說有East Building和West Building嗎? East Building是純出租的 剛才Penhouse租出去,你猜不猜多少錢? 1200呎 Penhouse其實是二十多樓,不是很高 1200呎,5300元 5300元 你們很奇怪,究竟真的有什麼人會去租呢? 什麼人會去付那麼多錢,在Calgary租呢? 一年內租金升了這麼多%,升了二十多% 又是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很關鍵就是 究竟什麼人會去Calgary這裡? 我告訴你,就算是一家屋價很便宜 租金很高 租租比很厲害,也好 如果那家屋沒有一個upside potential 這個城市沒有一個未來的潛力的話 我也不會讓你們買的 因為我們要記住,我們現在的利息環境這麼高 是有通貨膨脹的,有通貨膨脹的 如果家屋不升值的話,一直貶值下去的話 你每個月賺到的錢,其實等於是一個負債 還你的負債 所以我也不會讓你們買的 那為什麼我會看好Calgary呢? 我分開兩方面 Calgary的好在哪裡呢? 第一,移民 Migration Migration我們分兩種 第一種叫做International 世界各地的過去這個地方 叫做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只是在2022年 一年至2023年 一年升了206% OK? 然後還有 第二種叫做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即是其他的省份 譬如溫哥華、Toronto 其他的省份過去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升了269%一年 移民過去的地方其實不外乎兩種 第一種叫做Affordability 第二種可能就是很多商機 或者生活環境是極之優越的 OK? 在Calgary來說 絕對是因為他的可負擔性 相對來說比較強的 屋價比較低 你想想我們作為一個移民的家庭的想法是什麼 一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最重要的解決是什麼? 生活成本 生活開支 因為現在其實找工作不是找不到 很多工作都可以是work from home 現在誕生就大了很多 所以生活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什麼? 生活環境 它有一流的教育 一流的醫療 一流的便利程度 你想想 還有一件事是其他城市沒有的 就是稅率很低 稅率比較低 所以你做些什麼來說 都是相對來說 那個回報比較高 比較高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Calgary After Tax的Median Income 是最高的 是加拿大現在最高的 一個城市要發達 剛才我提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人口去推動它們 是嗎? Migration 這個它有 第二件事 就是它們的經濟要好才行 很多人就問我 喂 我跟他介紹 我有個朋友在Calgary那裡住 住了十幾二十年 那我就一收到這個project 我第一時間介紹 先打給一些是Calgary的人 一聽完之後 沒有反應 那又怎樣? 10年都沒有升過樓價 是不是? 買來做什麼? 它沒有說錯 我們不是要看它十年有沒有升過 看它之後的十年有沒有機會要升 我們現在買的是什麼? 買不是它的過去 我們買它的將來 它的Future 我跟大家說說 它的將來是怎樣? 過去的十年其實它不升是有原因的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單一的產業的城市 主要是什麼? 大家聽到Calgary就是Oil and Gas 能源國家 是不是? 只要能源那裡有什麼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開始市場就不下來了 譬如2014年開始 為什麼好像那個屋價和經濟都慢慢下來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Oversupply的問題 OPEC那裡的Oversupply 2014年開始 所以看到是慢慢下來了 那為什麼在過去的一年之內 你會看到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呢? 就是因為它們現在不是單一的產業 它們就開始慢慢轉型 正在Calgary裡面有超過700間 叫做Tech Company 就是一個科技的公司 而在未來的十年 還期待會重複 就是會回一倍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引入到一個新的產業的話 對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 都很有幫助 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那些租務的人 或者租務市場這麼熱 就是因為很大量的公司 湧進來 我們整個的Calgary 其實那個Vacancy 是2.5% 低於2.5% 其實已經很低了 而在Aris這個建築 就是Downtown這個建築 不是有East建築 它們是全部出租的 那個Vacancy是0的 還有一個很長的Long Waiting List 現在租金這麼好 屋價也這麼好 經濟發展也這麼好 人口也越來越多 這個城市永遠不會停留在這個屋價 這是肯定的事 現在根據我們剛剛有個圖 HPI Apartment的Value 我們就怎樣比較呢 溫哥華、Toronto和Calgary去比較 現在這一刻為止 2023年的6月份 2023年的6月份 那個差價 我們同一個Average Price去比一下 和Toronto的差價 是差了40萬 和溫哥華去比較 是差了38萬 但這個差價絕對是會宿窄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 其實也會將屋價去提高 大家也想一下 屋價在Calgary的樓花 會不會越賣越便宜 不會的 因為材料、建築成本 不要理它是溫哥華、Toronto 哪一個城市都好 其實都是差不多 所以其實賣東西是不會便宜的 但隨著Demand越來越強 的話屋價是絕對會上來的 如果可以在這個時候入市 絕對是一個機會 即是剛才我說的一個機會 不僅如此 今天這個發佈會 還給了我們頭100個Client的優惠 這100個人是這樣的 這個建築有337個單位 現在先賣100個Unit 而這100個單位 只是開給溫哥華的Buyers Toronto、Calgary都未開 頭100個 但101個Client的話 價錢已經會調整 往上調 已經會加價 除了你們的價錢 肯定是比第101個開始的Client 買得便宜之外 即是代表你一買到就已經賺錢 第二個優惠 還有優惠 第二個優惠 就是如果通過我們公司去買的話 頭100個Client 有一個叫做Rental Guarantee Program 即是代表我們當1月1日開始成交 它就已經 Guarantee你有一個租客在裡面 就算它沒有租客在裡面 它有一個叫Market Rental 就算我不給租客去住 我都給你一個租金 那租金是多少錢 你會擔心 會不會是一個 給市場價打一個大折扣呢 不會 Market Rate是多少 就給Market Rate的 剛才我說的 Market Rate是$2200、$2300 就給你多少 一房 兩房可以租到$3200 就給你$3000、$3200 對於我們在BC市場買的買家來說 除了是一個優惠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安心 免了多少的麻煩 這個Aris這個建築 其實是在丹灘的East Side 我們叫East Village 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優惠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以上種種優點 譬如說 移民越來越多 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租金極高 全部都是一些高級的居住 屋價是相當有優勝的性價比 還有一件事 Kalgary市政府 願意花$30億去打造這個River District的小區 做些甚麼呢 就是有那個City Hall Central Library 做了 還有一個叫University 有這個叫College 有一個City Hall Station Green Line LRT 還有一個叫Studio Bell Music Hall 這個是非常漂亮 還有很有藝術氣氛 我那天親自過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Vegas的感覺 是很有設計 很有Architect的一個建築 這個種種的東西 就是看到政府是想 這個本身是覺得很漂亮的一個小區 再更加完善一些 再發展更加好一些 記住一下 我跟你們說過 買屋 譬如溫哥說我們買屋 跟著哪裡買 沒錯 大統華 大統華是有精算師幫我們計算的 其實在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城市 如果沒有大統華怎麼辦 跟著市政府的設計藍道去買 就一定沒有錯了 市政府願意給錢 花錢去地方 即是代表 他想吸引更加多的人進來 而人流 永遠都是帶動屋架 最核心 最關鍵的一件事 今天即時開始打電話給我 預約Appointment 只有100個名額 100個名額 每一個人可能買不止一間 我相信 所以一定要快 動作要快 打電話給我的話 我很簡單 幫你們安排 看這個project 了解長城 Mortgage 有什麼律師費用 我一次過會解答你們 OK 盡快聯絡我 記住 這不單是一個購買機會 是你們賺錢的機會 Mortga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